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就是單純分享一個叫做 濾鏡轉接環的東西 這個是55mm到82mm 就是從小的鏡頭的55mm 可以轉到一個82mm的濾鏡轉接環 這個我找超久 終於找到了 然後我也就把它 買過來 你看這是我的底片機 這個是FD鏡頭35mm 然後它用的濾鏡尺寸是55mm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55mm的轉82mm 為什麼轉82mm呢? 嗚! 好問題 Leafilter 因為我有一個Leafilter的15x15的方形濾鏡 所以我現在還要82轉150 就是15公分方形濾鏡系統的一個很固執的支架 接著我們就要把這個支架放進來 因為這個底片機越來越浮誇了 重點是這一片2萬塊的超黑的剪光鏡 嗚! 就是這一片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超貴的2萬塊 剪光鏡給它插進去 這個我已經好久沒有拿出來 在跟我開玩笑嗎? 看到這裡應該沒什麼感覺 因為你們不知道這片濾鏡到底多厲害 這一片濾鏡是Leafilter的Superstopper 它可以撿15級光 15級光你知道是多少嗎? 你可以在大白天 你可以長時間曝光 大概幾分鐘吧 你就知道這片超級黑的2萬塊玻璃 到底多厲害耶 為什麼我要買一個55轉82的濾鏡轉接 然後來接底片機呢 重點就是底片機如果長時間曝光 B塊們長時間 非常長時間 可能十幾分鐘曝光 它不會有任何的 什麼熱燥 數位的那些奇怪的噪點 所以 我覺得正常人還是無法理解 那一片濾鏡到底多厲害 我直接拿那個曝光計算機來 依我的經驗太陽在正上方 就是太陽最強的時候 光線 就是曝光的參數大概是ISO100 然後Aputure就是10左右 Shotter大概在250、320 如果超級強可能到400 好假裝是400好了 那我們加上這片15級的減光鏡 我們可以在正中午曝光1分22秒 那如果你要在黃昏的時候 更酷 不是太陽在正上方的 可能光圈是10 那快門可能是60分之1秒 或50分之1秒 不一定看你的光線情況 那ISO一樣是100 如果加上15級的減光鏡 你可以曝光10分鐘55秒 10分鐘 好啦反正就是我自己很high 因為終於可以用底片機來長時間曝光了 然後看看這台底片機 現在變得多浮誇 一台底片機才幾千塊 所以前面這樣濾鏡加起來幾萬塊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開心分享影片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關 攝影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東西的playlist 請記得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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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讚 按個讚 按個讚